小军 衣服都洗好了 洗好了 这样子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 就是你看 不是要钱 怎么老师一过来 你就以为我是要钱了 是不是 那什么事 你看我们回老家了 我们山上 你看 是不是又有一大片的土地 哪怕争地了 现在也争不完 对不对 要的话是这样子的 我呢 想在山上就是搞点这个养殖 然后呢 我表哥他们也是搞养殖的 赚钱呢 也赚得到一点 然后呢 时间也比较自由 养什么 养点鸡 养点狗 你又喜欢吗 我们那也是搞了个鸡场 养鸡呢 我不想多养 我想养狗 知道吧 养狗干什么 养狗啊 一只狗 你说随便卖个七八百 我养个一百几十条 一年搞个十几万 清清松松 是不是 养狗挺好的呀 养子子养 对呀 就养这个 然后呢 我就打算 儿子呢 去镇上读书 你呢 就是一起留下来 我们两个一起养 你爸妈 知道没有 我还帮忙 你肯定要帮忙 那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也说 我出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买那些狗要吃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要在那里看一下的呀 对呀 不是狗粮 是狗吃的东西 我们养的是土狗 不是宠物狗 知道吧 好不好 你觉得 你还在农村空气好 你要买那些小狗 对呀 买个一百条 那小狗能有多少钱 最多不就是几十块钱一只 是不是啊 几十块钱一只 对呀 那我买个一百只回来 是不是 还是一万块钱 应该差不多了 是不是 养大了以后 一只狗八百块 十只八千 一百只八万 一年我们养两批 赚十六万 是不是 上班还是一万块钱一个月 我养这个东西 你看 我先说啊 首先呢 你说那养这个的话呢 我是很不支持 我很反对的 你说不支持 那你说 你想他嘛 对吧 我妈养那些鸡都亏了好多 对不对 那些鸡呢 动不动有点什么 毛病啊什么的 是不是 你看就亏了呢 亏了那么多 是吧 你做这个养殖这方面 你不是说你养哦 它一定就能存活上来 知道没有 那个概率呢 不是百分之百 知道不 这点你很清楚 是不是 你看你去外面养那种 去外面买那些小狗回来养着 是不是 万一你 什么环境的因素呢 生活的不习惯呢 或是干嘛 有点什么 小毛病啊 又没了 是不是 嗯 你说 一两只没了无数位 万一大批啊 几十只啊 这个应该没那么复杂吧 养点小狗 又不是说养那个 那个得那个什么 禽流感 或是干嘛的 这个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们 反正呢 我跟你讲 我是不支持的 这个东西 知道没有 你不要去搞一种东西了 你先把你那个外债呢 我算是我求你啊 你先把你那个外债呢 还清了之后呢 再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不想到说又要 因为是把投资失败 又开始欠一笔钱 我们欠了钱已经够多的了 是不是啊 这年头 我跟你讲 这个养殖场这些生涯 真的不好做 这种东西 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难道你觉得家里面 养了好几年什么 你就觉得你很有经验 去去养那些什么 是吧 养一百 一百只啊 什么东西 是不是 你那一百只 能够加你这一只比吗 对不对 是吧 你那一百只 你管理的过来吗 是不是 谁有空就管你 我可没空 是吧 你又要上班 你有空啊 你爸妈要干活 他没有空吗 不上班了呀 回来专心的搞养殖 到时候就帮忙他们搬下忙 哎 我都搞不懂啊 有人呢 就像是吧 为了搞个养殖场啊 养一百只狗啊 放弃了他一个月 一万块钱的工资的工作 啊 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还是什么了啊 突发奇想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 每次你要真的 你一做生意啊 要么呢 就不做 一做呢 上万块的啊 最低的一万起步 是不是 那问题是上班 赚不了多少钱是吧 赚不了多少钱 不也算了一万多吗 一万块钱每个月 对不对 问题是赚这一万多 这辈子 人家是人家有些人是吧 脱家那口的 人家每个月才挣个五六千 人家是吧 都都没有身体这样这么啊 好光骛远的啊 总觉得这个能能挣更多钱 那个能挣更多钱 人家一份工作了 踏踏实实的坐着 这年头有跟人家有工作啊 是吧 能养家糊口就不错了 你还不想要这份工作 哎呦 一万块钱的话 一个月一万块钱 你还不想要 非要去自己创业 去搞什么什么 是吧 你有经验吗 我想问一下 那一万块钱发不了财啊 你靠这一万块钱 是吧 我现在我都三十岁了 那我肯定也想创下业 是吧 多赚点钱 你看 你创业呢 我没什么反对的 是不是 大致好歹啊 你得把你的那些外债 全部还清之后 你再去 那你这样子吧 我不想因为你这样子啊 错误的决定 一次欠了钱 一次比一次多 你不同意就算了 你给一万块钱给我 我自己去创业好吧 我不给的 那你这不同意也不给钱 我怎么做嘛 这个事情 我本来就没同意 你做啊 我不说反对嘛 那我不要你帮忙了 总心 你不要帮忙怎么扔呢 嗯 我不同意啊 投资有风险啊 你做什么也是 还搞什么养职场 养人干什么呢 对不对 哎呀 这点小事情你都不支持 你说一下 是不是 那我就问你 你放在哪里养 杉杉啊 那你是不是去杉杉住啊 那这个东西 那你把你狗透露你都不知道 我可以讲这东西 懂不懂 想过没有 好考虑回忆吧